大家好呀,咱们今天来聊聊鬼吹灯乌侠关山的故事 在解开鬼动诅咒从昆仑回来之后 胡八一原是打算金盆洗手和女主雪丽阳去美国过小日子 结果在临行之前受到故人陈教授所托 他拜托胡八一去南海打捞 随沉船沉入南海归须的秦王赵古靖 这秦王赵古靖那可是国宝中的国宝 胡八一肯定是义不容辞啊 于是摩金校尉三人组再次集结出发 他们在当地人古猜和多灵的帮助下 横渡南海找到了秦王赵古靖和青铜渔夫 还顺带进入了海底恨天之国的遗址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后 他们才侥幸逃脱 但多灵也感染失毒危在旦夕 那么等胡八一从南海回来之后 他就将秦王赵古靖和青铜渔夫交给了委托他的陈教授 陈教授是国家认证的研究员 交给他就等于交给国家 只可惜胡八一不知道 这两样东西最终还是落入了一个神秘人的手中 至于这个神秘人是谁呢 咱们先按下不表 胡八一现在心里最记挂的 是多灵妹子的性命 在几经辗转之后 胡八一得知 唯有千年古诗内丹 才能化解多灵身上的毒素 可这千年诗丹要去哪里找呢 为此 胡八一找到学识渊博的谢令魁首陈玉楼 想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线索 这一打听可不得了哦 陈玉楼还真就知道点什么 七千年前 福西演化出先天八卦 周朝的周文王补权后天八卦 十六字周天古卦的基数 堪称无穷无尽 上课洞西宇宙的变化 下课推演古靖大势 后世的阴阳 五行 八卦 天象 风水等数 都起源于周天古卦 包括被摩金校尉奉为至宝的十六字风水阴阳秘术 也都取自周天古卦 后来周文王认为 周天古卦卦术太拳不该存于世间 便将八个阴卦回去 只剩下八卦流传于世 传着传着就传到了恨天之国人的耳朵里 他们便据此古卦用龙火锻造出了几件神器 分别是龟虚古顶 挂镜 以及龙符 人符 鬼符 鱼符 四枚挂符 传说这几件青铜器凝聚了海气精华 用它们占卜可以通晓未来之事 后来恨天之国私自铸造神器的事被周人知道了 这几件神器就被周人冲了攻 并在周末王死后成为其的殉葬之物 那么到了秦汉时期 周末王的陵墓不知道被谁挖开 挂镜 以及龙符 人符 鬼符 鱼符 四枚挂符 从此消失于人间 至于龟虚古顶大概是太重了 盗墓贼搬不走 他就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 没几天就被天雷劈成了碎片 后人只好将残破的龟虚古顶改住成较小的丹炉 而胡八一从南海带回来的古镜 根本不是什么秦王赵古镜 而是龟虚挂镜 他和背上的鱼符都是恨天之国的遗留之物 那么问题来了 陈教授又为什么会匡骗胡八一呢 这个问题我们且听陈玉楼说完往事后再做解答 当年陈玉楼和遮孤绍进入湘西平山盗墓 盗出了人符和鬼符 以及用龟虚古顶改建的青铜要炉 还曾遇见一具古诗 此古诗的身份不一般 诗人皆知盗墓分为四大派 法丘 班山 摩金 系岭 但其实还存在四大家族 他们分别是阴阳端宫 关山太宝 九幽将军和居师法王 而陈玉楼两人遇见的古诗 就是一位关山太宝 他孤身盗绝平山古墓 最后死在了里面 关山太宝又名大明关山太宝 是以四川清溪镇峰氏家族为基础 活跃于明代的盗墓组织 他们非常隐秘 毕竟是家族企业不属外人 这个丰氏原本是地方上极有名望的豪族 他们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乌山棺材峡附近 那峡中地形险恶波段 藏有无数玄关 玄关有点类似于天葬 棺材不埋入地下 而是高悬于峭壁之上 丰氏仙人就曾经在棺材峡中 盗取过许多天书义器 其中就有周天古挂的残叶 丰氏便借此发起 习得了许多失传已久的巫术 形成了独门的关山纸迷术 其中既有类似于摸金秘术的 风水勘虞之术 也有类似于班山秘术的 生克制化之术 十分诡异难测 所以这关山太宝的原名 其实叫关山太宝 一直是到什么时候出现变化的呢 明朝 当时明太族想要修建皇陵 于是找上了丰氏一组 让他们专职为皇家建造陵墓 既然是为官方办事 他们自然也被美化成了关山太宝 然后明太祖还在官山太宝的谗言下 干了一件特别不地道的事 他以朝安为名 成功找到并销毁了 发丘印和六枚摸金服 发丘和摸金两派也就此开始没落 反观官山一门 那是如鱼得水 深得皇家器重啊 不过天下大势何久必分 当官山一脉 在两百年后 传到风师谷和风师旗 两兄弟手上时 终于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分歧 当时正值万历年间 国家衰落 家主风师谷 实有鬼神莫测之数 他看出当年祖上 修皇陵没考虑签止 现在龙气已尽 就上书请皇帝签灵 可当时皇帝昏庸 根本不关心这件事 风师谷一气之下 就辞官回老家了 官山太宝 本在尽中当差 所参与都是高度机密 这也就是后来 遮孤绍和陈玉楼 也不清楚他们来历的缘故 只是两百多年过去 已没有人关心这些旧事了 皇帝也就任由 风师谷回了清晰老家 某一天 风师谷突然想起来 祖宗说 棺材侠里有一个 乌阳王的古墓不能碰 因为里边有石仙 但风师谷盗墓成瘾 又想寻仙 就带着官山太宝们 到了这个乌阳王古墓 然后风师谷在里面 看到了他做梦 都想不到的东西 他发现 没了头的乌阳王 仍然如活人一般 一剑刺下 几千年的尸体 居然鲜血喷涌 这完全就颠覆了 风师谷的认知 难不成 这世间真有 长生不老之术 于是风师谷 找上懂得 周天谷挂的巫祖 逼迫他们 帮他占卜未来 至于他占卜 看到了什么 咱们先按下步表 总之 风师谷在那之后 就性情大变 说自己成了大盗 还自称为地仙 并大肆宣传 天下即将大乱 而棺材侠里 有个世外桃源 要带人进去避难 随后他就在深山里 建造了一个地仙村 当时很多人 都受他蛊惑 进了地仙村 但风师谷的弟弟 风师齐认为他疯了 彼此不愿 跟随风师谷进去 好在风师谷也不勉强 还留下了 关山止迷腹 也就是止路的暗号 风师谷临行前表示 如果风家后人 混不下去了 随时欢迎顺着暗号 进入地仙村古墓 修道成仙 那么在风师谷 离开之后呢 风师齐也带着 不愿意进去的人 远离了故土 只可惜没多久 风师齐就身染恶极 临死之前 风师齐留下一讯 让后人找机会 按照关山止迷腹 悄悄进入地仙村古墓 看个究竟 如果风师谷 已经成了妖化之物 就务必得想法子 将其铲除 否则棺材侠 虽然地势偏僻隐秘 却早晚都得被人 从深山里挖出来 到时候 墓中万一真有什么尸仙 必会入室害人 后患无穷无尽 若是关山子孙 不能铲除尸仙 祖宗们在天之灵 都将不得安宁 说到这里 大家肯定很疑惑 这关山太宝 和胡八一 想找的千年诗丹 到底是啥关系 那是因为 风师谷在进入地仙村时 带了非常丰厚的陪葬品 别说是千年诗丹 万年王霸都可能会有 既然如此 胡八一肯定得为了多灵妹子 去地仙村古墓探上一探 但是咱们之前也说了 要去地仙村 就必须得有 关山止迷腹引路 而关山止迷腹 又是风家人的家传宝物 胡八一也不知道 该去哪里寻找风家后人 这事就被暂时割下了 正巧 胡八一得知了 自然博物馆里 正在展览被捣抖出来的人符 鬼符以及谷顶 他就顺道去瞧了瞧 看着眼前的青铜神器 胡八一突然想起 自己曾在黄皮子坟 遇见了失落的龙符 可惜这枚挂符 被丁丝田给扔到了大草原之上 早已不知所踪 想要集齐这些神物 怕是再没机会了 然而就在这时 胡八一意外撞见一位飞贼 这个飞贼打算偷取人符和鬼符 当然最后肯定是失败了 最有趣的是 这个飞贼胡八一居然认识 是在龙领弥窟艺书中 帮他破译龙骨天书的孙教授 胡八一赶紧问孙教授 为什么要这样做 追问之下 胡八一得知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就是他找陈教授 引导胡八一去南海龟须 寻找龟须古镜的 最后拿走龟须古镜和渔符的人 也是他 那么孙教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故事还得从 关山太保的往事讲起 风诗棋曾留下遗讯 让后人一定要去地仙村 消灭诗仙 但风诗棋没有料到 风家从此家道中落 一代不如一代 手艺基本丢了个十之七八 没有人能完成风诗棋的遗讯 一直到了民国年间 风诗棋的后人 风老爹风思北 屡次进入棺材霞 但就是进不去地仙村 为什么风老爹进不去呢 第一 是因为他无法彻底参透 关山止迷腹的暗号 第二 地仙村里有一种恐怖的护灵妖物 此物名叫九死精灵甲 它乃是一种半青铜 半血肉的地下植物 它被墓主植入陵墓四周山壁之内 环绕着陵墓生长 遇到活物 它就会从山壁内突出 绞杀一切入侵者 甚至能绞碎山体岩石 这东西几乎没有天敌 所以盗墓者只有在 十二年一遇的鼠年的某几天中 趁着精灵甲折服休眠之际 才能有机会进入地仙村 总之呢 在各种困难的加持下 风老爹没能成功 最终 他作画在地仙村外的山道里 他死前告诉他的两个儿子 风学文和风学武 如果不除了师仙 就别给他安葬 他情愿报失于此 也要亲眼看着 有人找到地仙村 除掉师仙 就这样 风学文和风学武 继承了父亲的遗愿 但风学文作为哥哥 舍不得弟弟为此奔波 便把弟弟托付给了 一户姓孙的人家 想必大家也知道了 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孙教授 至于哥哥 他截然一身 义无反顾地投身江湖 他一边等待下个鼠年 一边思考 观山止迷腹的奥妙 可惜十二年又十二年 哥哥还是未寻到解决之法 终于在又一个鼠年到来之际 哥哥决定亲自去找地仙村 临行之前 他给孙教授写了一封信 倘若他一去不返 就让孙教授去找摩金校尉 摩金校尉熟知阴阳风水秘书 又各个身怀绝技 有他们相助 一定能找到地仙村 结局也正如哥哥所料 他按照观山止迷腹的引导 一路来到地仙村的门口 结果却因为不懂风水八卦 始终无法破解门锁 最后气急攻心 横尸在了大门口 截至此时 观山太保就只剩下孙教授一人了 孙教授和他哥哥不一样 他很聪明 他知道风水谷性情大变 是在用周天谷卦占卜未来后才开始的 所以他很好奇 当年风水谷究竟看到了什么卦象 为此 孙教授开始利用植物之变 四处查访当年恨天国锻造的六件神器的下落 他想借此窥探过去和未来 他找到了丁丝田丢在草原上的龙府 诱骗胡八一为他寻到了挂镜和渔府 至于剩余的三样 几经流转被国家收藏在了博物馆里 孙教授想要偷 却以失败告终 既然急不齐 那就只能指望摸镜校尉的本领了 正好 胡八一经经绝执行后 在背后发现了眼球形状的红斑 好巧不巧地找上了孙教授询问 孙教授眼贼得很 一眼就看见了胡八一脖子上的摸镜符 其实 此时胡八一挂的就是个西背货 是大金牙给的 不过孙教授不知道啊 而且他听说胡八一带陈教授去过京厥 知道他不简单 就盯上了他 为了测试胡八一的手段 孙教授还提供了重古献王墓的一些线索 结果胡八一还真的从献王墓活着回来了 这就更让孙教授坚信胡八一不简单 便将目光锁在了摸镜三人组身上 于是孙教授以千年诗单为条件 匡骗胡八一王胖子和许立阳 陪他去乌峡观山走上一遭 乌峡观山里的地仙村 堪称最难道绝的古墓之一 这座古墓的难点有三个 第一是观山太宝对摸镜校尉极其了解 所以专门在地仙村中设下 克制摸镜校尉的各种机关 另外 观山太宝常年捣抖精通各种艺术 他们在地仙村设下了 九宫痴虎所 鬼鹰 武侯藏兵图 瓷瓶地图等机关 简直是步步凶险 第二是出现的各种怪物 比如能够啃视一切的棺材虫 铺天盖地的降导蝗虫 无惧一切物理攻击的尸仙 绞杀一切活物的九死精灵甲 第三是隐藏自身身份的 不稳定因素孙教授 他几次三番惹出麻烦 但值得庆幸的是 这次没有人员伤亡 在刚进入乌霞观山后 胡八一几人在百步鸟道的尽头 发现了一具干尸 这具干尸 就是作画于此的 封老爹封思北 而后 胡八一几人经过了 由金丝与燕搭建的五影仙桥 在巴山人员的指引下 进入了一条暗道 暗道尽头 有一口极大的石果 石果被九只青铜痴虎紧索着 而在不远处的苦藤下 还有一句身材魁梧的男尸 一抢而坐 这具男尸就是孙教授的哥哥 风学文 当年他只身一人来寻找地仙村 却被偶然的他方砸上了头部 好不容易带着伤 一路挨到棺材侠 按照祖宗留下的观山纸迷腹 找到了藏有开启地仙村 古墓入口钥匙的石果 却不料到头来万事成空 风学文对观山太保传下来的 各门奇数是一知半解 凭自己的能力根本没办法解开眼前的九宫痴虎索 如此打击之下 风学文的双腿竟都瘫了 他心如死灰 自到活不了多久 便在烟河纸上留下了这些肺腑之语 众人看罢风学文的遗书心里都很难受 至于眼前拦路的九宫痴虎索 说到底也就是个连环扣 此行与胡八一同行的妖门 可是蜂窝山的传人 精通各种暗器机械 三两下就将九宫痴虎索给解开了 众人合力打开石果 里面有一个纯金的匣子 匣子里放着一只毛笔 胡八一顿时傻眼了 这官国里不是放着进入地仙村的钥匙吗 怎么是一只毛笔 难道钥匙藏在了笔杆里 胡八一拿起笔仔细观察 发现笔杆上露刻着两行字 观山神笔画地为门 胡八一顿时就联想到神笔马良的故事 只好硬着头皮在山壁上画了一扇门出来 可众人摒记等了半天 也不见画出来的大门有任何动静 可就当起人要放弃的时候 树丛中突然传来嗡嗡震翅的声音 紧接着从四面八方飞出来无数只野蜂 看样子似乎是观山神笔留下的墨迹中 含有某种隐风的药物 才使得山中群蜂出巢 而野蜂们似乎已被观山神笔所留的墨痕气息 撩拨得熏熏欲醉 就近在山壁旁的一株老树上筑巢 不小片刻 老树上就坠满了硕大的蜂巢 与此同时 画在山岩上的大门 在野蜂来回爬洞摩擦之下 竟逐渐产生了某种变化 漆黑的墨迹渐渐呈现出 一抹飘忽闪烁的荧光 在夜里看来 就如同有一团诡异的白色鬼火 鬼火盈盈 野蜂误以为是临终起火 担心危及潮穴 便纷纷脱巢而出 飞到蜂巢上方分泌出一种液体 叫做蜂蜜 蜂蜜把蜂巢淋得湿漉漉的 顺着大树不断滴落到 正下方的青石板上 蜂蜜处时如酸浮铁 底下的青石表面上 顷刻间就被蜂蜜无声无息地 视出一个直径 约有数尺的大坑 随着更多的蜂蜜滴落 蜂巢下方穿石破土 迅速形成了一个很深的大窟窿 一旁的胡八一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地仙村古墓的入口并不在石壁上 而是在老树之下 饶使胡八一见多识广 也不免对观山太宝心生敬意 之后 胡八一几人又破解了许多诡诀的机关 还参透了隐藏在观山纸迷腹中的线索 很顺利就进入到了地仙村中 见到了已经变成师仙的风尸谷 那么胡八一根据墓中壁画 以及文献的记载 他们得知 当年风尸谷倒发了乌阳王古墓 乌阳王的后裔乌族 也被风尸谷尽数囚禁 当风尸谷得知 这批人掌握着乌邪时代的 占星眼卦之术后 便日以继夜地施以酷刑折磨 逼着他们为他眼卦推向 而根据卦象显示 百年之后 九死精灵甲会逐渐吞噬棺材山 观山后人会带着摸金校尉 进入古墓倒斗 届时 风尸谷将会经历刀山火海诸杰 而后化为不死识仙 跟随那些盗墓者一同逃出棺材山 或许也正是因为有此预言 风尸谷才会特意留下 观山止迷腹 引导后人进入地仙村 而如今所发生的事 竟全部与预言一模一样 胡八一当时就震惊了 心里不禁感到十分绝望 如果师仙出山是命中注定的事 那他们就是促成此事的 一个重要环节 无论他们如何挣扎 该发生的都必然会发生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人灰心的了 我们自以为是在努力活着 努力与命运做抗争 结果大家却只是一个提前木偶 按照既定的轨迹生存 这个认知对胡八一等人的打击 那是相当的大 不过 好在胡八一这人向来不肯轻易认输 既然预言上说 风尸谷这个师仙会破山而出 为祸人间 那他就偏要把他扼杀在此地 正好这时 胡八一看到师仙口中 有一团黑色物质 那东西应该是一种 在阴附环境中生存的苔藓 或者说是风水一道中 提及的尸险 它可以寄生于活人或者死者体内 保持古时血液流通 万年不化 原来传说中的尸仙 其真实面目 其实是尸险 虽然尸险也是苔藓的一种 但不可否认它的厉害 它不具水火 不畏刀兵 九死精灵甲 都无法伤它分毫 它没有弱点可循 无物可破 更令人绝望的是 尸险附在尸体之上 会形成瘟疫 只要群尸爬出棺材山 就会酿成一场尸山血海的滔天大祸 但既是凡物 又何愁没法对付 胡八一想起 十几年前 黄皮子坟的老羊皮尸面后 被青铜龙符引来的 雷火坟击的惨状 它明白 能对付尸仙的神器 就是那枚能引发天雷的青铜龙符 于是胡八一抛出龙符 龙符的海洋之气 与死尸的阴力之气相撞 爆发出强烈的气波 在低空处形成雷电阴云 很快 一道道极长的枝状闪电 横空划过峡谷 恰似金龙炸蟹 瞬间点燃无数火球 尸险肉台被天火包围 不断在绝壁上挣扎翻滚 大家此时肯定有些疑惑 不是说尸险不惧水火吗 怎么现在又能被焚烧呢 因为世间有四种火 人火 龙火 天火 鬼火 普通烧心伐随的常世之火 是无法伤到尸险的 而龙符引来的是天火 也被称为恨世之火 专门用于诸法要挟奸恶 那么 在雷电天火的轮番击打之下 以风尸骨为首的尸险们 以及九死精灵甲 全部灰飞烟灭 但可惜 胡八一苦苦寻觅的千年尸丹 并不在墓中 多灵因此不治身亡 孙教授自觉心中有愧 便一个人留在乌暇自生自灭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人定胜天 其实不然 时间回到百年以前 巫族其实早就知道 尸险背后的真相 所谓的成仙 不过是人类贪婪的业障罢了 巫族对风尸骨这个狂妄愚蠢的人 充满了蔑视 他们自知族人在劫难逃 于是匡骗风尸骨说 只要他服下尸险这种包子植物 几百年后 就会有摸金校尉 来放他出山成仙 但是巫族却隐瞒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出山时 风尸骨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诗仙其实就是一句 被诗险寄生的虚壳 而后巫族被灭 临死之前 他们纷纷在衣经中藏留了血书 有许多人都发出了 极其恶毒的诅咒 诅咒风尸骨最终被雷火所灭 而结果也正如巫族期望的那样 百年之后 胡八一为他们报了灭族之恨 当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鬼吹灯中的道德观和因果论是很古朴的 大约与明清小说相近 都是以天人感应为核心 认为人的善恶行为会产生因果 而因果累计会决定命运 命运给出的惩罚不仅限于自身 还会延绵置其尸体坟墓和后裔 惊绝国 献王 魔国 轮回宗 恨天之国 地仙村 日本关东军等等 他们最终都因为贪婪和残忍而自取灭亡 最后落得个墓穴被毁 尸骨无存的下场 扎格拉玛部落虽然没有害人 但也因为贪欲引发灾难 数千年后才得以解脱 另外 献王 魔国 恨天之国 以及风尸骨 都得到过不同程度上的预言 他们自以为能洞察天机 认为预言昭示了他们的成功 并竭尽全力地让预言实现 只是 预言的真实面貌 却和反派们的理解完全不同 反派们的百般算计 最终促成了他们的彻底失败 这些自视才能过人的反派 最终得到了命运的辛辣讽刺 而且 在这些因果循环中 还带有浓厚的复仇色彩 不管是被献王墓干扰坠机死亡的 美军飞行员 还是被魔国献祭的无辜奴隶 又或是被风尸骨杀死的乌楚移民 这三类人生前积累的仇恨 死后仍不熄灭 最终以偶然事件的形式爆发 借天地变化和主角的活动 完成了复仇 正是应了那句 善恶终有报 天道 好轮回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